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先去范例啊讲义的下载 所以这个网址可能就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https冒号斜线斜线go.gl斜线YTZ 大写的R小写的X大写的T 首先因为我要去下载范例嘛 打开我的Chrome咯 打开Chrome因为我给各位是网址的地方 网址我就必须要输入 https冒号斜线斜线 go.gl斜线 然后YTZ大写的R小写X大写T 我们今天课程是这个 2017年的11月24号 海报电子报文宣创意设计 这边是不是有讲义 所以你就可以点它去下载讲义 这边有范例 你也可以点它去进行范例的下载 海报然后点选讲义下载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档案 我就直接让你可以打开 你看在这个地方点它下载 好你就可以把这个讲义下载 如何打开我们的Publisher呢 好因为我们这个Publisher这套软体 它其实是Office的其中一套 好所以我们在安装Office的时候 当你选择全部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它全部都安装进去 那我们一般也不需要去额外的去做安装 可是有些人他安装他可能只安装 握得一下PowerPoint的 他可能就不把那个Publisher安装进去 好所以你的电脑有可能没有Publisher 有可能没有什么OneNote 有可能没有Outlook 有可能哦 好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还是要强调一下Publisher跟2016和2013大同小异 没有很大差别 而且很简单 保证你会觉得很简单 这套软体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是不是点开始按钮 第二件事情我们就直接点Publisher 点了Publisher之后呢 他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去做一个登入 不过呢我们也可以不登入 而且Publisher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哦 我们可以透过这里面的一些内建 举例来说空白的空白的文件 或者是说在这个地方你稍微往下卷动 是不是有很多范本 其实从2013版就已经改成这个样子了 只是我们等一下当时从头开始讲 可是呢当我们今天假设要去做Publisher 他可以做什么 Publisher可以做卸卡 对不起应该说Publisher可以做卡片 他可以做邀请函 他可以去做证书 他可以去做备忘 对不起点到了 他可以去做邀请卡 名片 那个毕业公告 做一个公告 他可以去做活动标志 活动标志 他还可以去做节目单 菜单 他可以发布新闻稿 可是你好像就是没有看到海报 不过你放心 他可以做海报的 好所以我们终极的目标 我们就是要学会做海报 好那我们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上课方便 我们就先来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卡片好不好 卡片 就是我们先做范例 先以成果导向 所以点选这个感谢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做一个毕业卡片 卡片为什么会呈现这个样子 好等一下再跟各位讲好了 反正我们就先点选建立 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变成出现了这样子一个内容 因为我等一下要大概让你们知道一下这个内容 其实他跟我的大同小异 好 好所以我们先打开 Publisher 而且开启 感谢 那张卡片的版本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喽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Publisher这套软体它的界面 您大致上因为已经很熟悉 Word Excel 这些画面 其实他真的大同小异 就是常用 插入 页面设计 邮件 教育 检释 好了 考考你 这是不是跟Word大同小异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基本上来说 只要你会Word 我想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它少了 有没有什么是 比较多的或比较少的 反正 基本上 你只要会Word 我想Publisher可以很快的学会 好 但是在档案这个地方 它有比较多的汇出 汇出 而且汇出是以出版为主 然后接下来 我们可能要把重点放在 这个插入物件 因为本来就是它的重点 而且大家都会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必要 特别讲 但是这个页面设计就很重要 举例来说我们要制作那个大的海报 这个时候可能80公分宽 120公分高 对不起 应该是90公分宽 120公分高 那你就是在页面设计 这边 你要会把它设计好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大致上 可以发现以前我们会的什么常用底下功能 这边几乎通通都有 然后插入 插入主要的就是以外部的物件为主 好 现在还可以插入阅历物件这些广告 广告就是它里面已经设定好了很多那个类似 就是smartart 只是像这些都是广告的那个banner 就是横幅 好 广告的一个 一个logo的形式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这些就等一下 我们再跟各位分享 这个邮件就是合并列印 Word不是也是取名叫邮件吗 好 所以真的大同小异 那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呢 左边这边有一个说图 这边就很像Powpoint了 就是假设我今天要做五张 好 或者是十张的一个小册子 这个时候呢 这边就有页面一 页面二 页面三 页面四 好 我想这边应该就是一个说图的部分 应该还蛮容易的 那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实际的一个文件内容的设计区 就是 例如说编辑区 编辑区 好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编辑 那 词规没问题 词规 词规 然后他这边的词规呢 他这边所呈现的是公分 公分 那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就是 在这个地方呢 他是用对折的形式来去呈现 这边这一页 然后这边这一页 好 那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因为卡片卡片有那个内容有正版面 他刚好就设计成正面 然后一个简单的一个卡片的形式 好 这是感谢卡 感谢卡 你在这边你感觉好像只要把这个名 好 换掉 或者是你就直接用感谢您 OK 这样一张简单的卡片基本上就做好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再观看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卡片的设计 简单卡片设计 所以最后最后输出的话 我们就说这份文件我已经做好了 我就直接点档案 档案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储存档案跟另存 当然我们先来去看了解它的一个格式 假设我先放置在我低磁碟机 请各位哦 C碟会整个还原 所以低碟你这边是不是先建立一个资料文件 方便我们上课去使用的 所以新增一个资料夹 好 例如说这边我就放 publish 然后今天是2017124 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一个感谢卡 那可能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个感谢卡 给各位观看一下我们的档案的形式 刚刚低碟 我们这一个的形式是pub 它没有加x 它没有加x 好 那所以你可能会就是很好奇说 我们做好这个文件呢 我可不可以放到 例如说别的地方 也许是可不可以变成 例如说 PowerPoint或者是DOC 对不对 但是你应该知道像DOC X或者是PPT X 基本上后面都有一个X 它没有那个X 那个X是我指的是XML 所以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就好了 这是它取publish 前面那个pub 就当作是它的一个负档名 好 那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现在了 我去开启 其实也没必要去玩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publish 做出来的一个档案 好 请你们现在就把这个文件放置在低磁碟机底下 好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开一个新的档案 新的档案 来去跟各位正式的介绍publish 所以点选档案 这边新增 点了新增之后呢 这里有非常多形式 你也可以线上来去搜寻其他版本 我们就先讲第一个空白的 就是从零开始建立 好 那我们的目标因为是想要去建立一个海报嘛 所以海报无非大概你们觉得会有哪几个东西 海报的组件 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把背景设计好 讲说我今天我要做一个圣诞晚会活动的海报 好就是我们在制作海报之前你应该会有一个发想 因为我们是 等于说是文案的一个设计 所以你应该是有一个活动 我才需要海报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可能就会先放一个 跟例如说这个活动相关的主题的相片当做是背景来去呈现 所以我们会有背景 背景 然后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一个 例如说主题 主题 什么什么一个主题 当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主题啊 就好像一本书的一个书名 或者是活动 总要有一个名称嘛 好 所以有标题 还会有什么 次标题 次标题 再来可能就会有插图 插图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可能我们会有其他的图片来去说明一些事情 好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这就是我们的海报 你也可以去 你也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 但是我觉得说我们开一个新的档案 大概知道有这四个主题 第一个 嗯 第一个是什么主题呢 第一个我们要有背景嘛 背景 稍微注意一下 背景 先把这个字啊 要背景 第二个就是会有什么 标题文字 标题文字 还有次标文字 再过来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其他的图片 那当然如果说你 呃 就是 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们会 在海报里面加表格 或加其他物件 随便你加 所以也许我们就加一个其他物件 嗯 我只是说稍微在打字的时候 因为等一下我们第一个就要介绍里面的里面的例如说标题文字字的概念 好 那你会发现刚刚我在打的时候啊 是什么 这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讲 是 顶零点是什么意思 红色是什么意思 之类的 好 那我们大致上哦 开一个新的档案 来准备去做海报 好咯 我们因为现在假设我想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海报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做一个文案这个活动什么活动呢 好 所以我现在我的做法会是这样子 打开Google嘛 第一件事打开Google 然后呢 你针对自己的一个文案你就要去想清楚说 哎我现在我要做什么样的题目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做一个就是介绍介绍我这一个网站的海报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制作制作 例如说 嗯 乳乳房摄影的筛检的重要性的活动 好 或者是我想要去办一个万人烤肉这个活动 好 一定是先有一个主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做相关的海报 好 所以这个主题 请你自己去想 先把主题打在Google这边 请把主题打在Google这边 好这个时候呢 例如 例如 我现在我想要去举办一个就是 我想要去做一个烤肉活动好了 烤肉活动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烤肉活动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图片 所以请点图片 然后这边你就会看到一系列一堆的类似海报的内容 需不需要刻意的去把海报两个字打出来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做一个海报 海报 就是烤肉活动的海报 有看到 或者是我想要去做一个烤肉活动的一个邀请卡 那我是不是就打邀请卡 现在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你先找到别人已经做好的 反正你要办的活动 你要办的活动 假设你要办一个什么 很冷门很学术 或者是大家都不太懂的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是借用别人已经创作类似的主题的方法来去刺激你的idea 可以吗 现在我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会比较好 接下来 我先介绍那个海报 你看哦 你看我刚刚是不是说一个海报 假设你看像这个中秋烤肉活动 就拿这个简单的一个海报 你看里面是不是有标题 然后是不是有指标题 指标题里面就很重要 一定会有时间地点 或者是费用什么之类的 或是简短的说明一下这次的活动的目的 就目的而已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会有图片 一个插图 两个三个四个 可以吗 这样大致上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去看一看 就是去收集一些图片 收集一个文字 然后我们来去做 你看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有一个很漂亮的背景 背景 然后这是不是也是满版的背景 几乎海报我们都是做满版的背景笔图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 再去里面去设计一些相关的图片 把它插入进去 让我们的影片 那个 让我们的图片海报 能够更丰富一点 然后让别更喜欢 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了 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一个设计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样子一个内容 你在word里面 如果有图片 有文字 你能不能排出来 可以吧 可以吧 对不对 好 只是我们现在换一套软体 叫population 好 那 这就是我要请你们收集 收集别人制作好的创意 那可不可以请你们自己 来去发想你要做的主题 因为我会希望我们 大家学会是公务应用 公务应用 就是你自己先去想 你要做的活动是什么活动 例如说我想要去宣传一下 我想要去做一个海报 就是吸引大家来看我的一个 一个就是直播电脑教室的一个课程 好 这样可以了解 那例如说好了 我今天我要去做一个教学好了 教学 例如说好了 简单的一个教学的海报 你看哦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什么跟教学有关系的 例如说教学工作坊 例如说大数据分析工作坊 然后什么时候 然后这边是不是画了一个地图 这样子也可以构成一个简单的海报设计啊 您说是不是呢 好 所以请你们先用Google搜寻引擎好不好 然后先找到你的主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模仿去创造出来 可以吗 好 请你们自己来去搜寻 最好大家做的主题都不一样 不要你做主题跟我做主题都一样 好吗 因为真的这个内容不是很困难 所以可以的话 最好是你做你的主题 我做我的主题 那我想哦 在我们的这个publisher 第一件事情我就想要先教你 因为做海报嘛 你就先把那个背景先找出来 问题背景你也不会做啊 对不对 背景 例如说我们可能拿Photoshop 来去创造出一个背景 或Photo Impact 应该很多单位都会有这个Photo Impact的软体 背景设计师 你就可以去创造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上课 为了上课方便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去使用别人的图片 首先哦 首先 如果说我今天我要抓背景图 那我是不是就直接在这边输入背景 然后呢 各位 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去做一个很 我觉得很漂亮的这个背景 你看这边一堆 你再怎么设计 你都设计不出来 这么多漂亮的背景 对不对 因为 因为什么 除非你先开始放下你所有的工作 然后我们来开始好好的学美工 那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用别人的图片 你会不会害怕 当然会啊 不可以用别人的图片 所以我一定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工具 这个地方工具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使用权限 他说 不限使用权 标示为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标示为允许再利用 标示为允许以非商业用途再利用且可修改 标示为允许以非商业用途再利用 请问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种 您看得懂吗 看不懂是不是要去念一点法律 大概就可以看懂了 对不对 好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随便拿去用吧 没关系 这个呢 只要你不要用在商业用途 就没事 这个 建议不要用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设而已 他还没设 好 例如说标示为允许再利用 你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使用权限写 变成什么 标示为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点他 有没有发现那个图片好像变少很多 反正还是很多 因为刚好背景这边很多 刚好背景这边非常非常多 好 那 例如说假设我现在我挑了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不要直接用滑鼠右键去另存 因为这是小图 所以建议点他 点他之后呢 点他之后 这张图是不是比较大 滑鼠右键 另存 另存图导 你千万千万注意哦 另存图导 假设我们现在存 建议就是存在我们自己 刚刚低磁叠基底下建立的这个 pover issue 然后 看你要不要 看你要不要设定这边 因为海报无非就是要有背景 所以你可能会抓很多很多的图片 所以你要不要设一个背景的资料夹 好 不过这边直接从档名上面看得出来 好 960×720 好 存档 这样是不是就下载好了 下载好 放进去之后 我们 在这个地方 pover issue 要去应用什么 插入 把刚刚那张图片插入进来 所以怎么插入呢 插入图片 然后接下来 不是去下载里面 而是我刚刚是放在低磁叠基的 pover issue 2017 1124 然后点它插入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有一张图片了 你就可能 可能要去学会一件事 放到这个地方 放到很大很大很大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再把它缩小 缩小 可以吗 大概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 需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稍后晚一点 我们再来谈 我只是要告诉你 不要去下载到那种 可能将来 它会来告你的图片 可以了解 刚刚这里面 这里面 如果啦 如果我点选 这边 标示为允许再利用 标示为允许 可是如果我点选这个 标示为允许以非商业用途 也会出现这一张 也会出现这一张 可是假设我今天 不设使用权 我觉得这张很漂亮 对不对 我觉得这张很漂亮 可是呢 当我今天工具 然后使用权限 设定为这个 不限使用权 你可能就看不到 刚刚那一张了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说像那一种 还没有标示的 暂时 我真的曾经见你不要用 还有 我们今天是为了公务使用的话 它当然不是商业用途 这是绝对可以明显的区分 但是很多很多人会下载到这个不限使用权 是因为预设就是不限使用权 因为Google公司是以最多的图片来去呈现为目的嘛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下载一个你喜欢的图片 然后当作是背景 好 那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背景的底图了 我们先求有 然后接下来再教你什么叫适合 什么叫不适合 那我们接下来哦 我们来去放这个标题文字 刚刚这边不是已经有一个背景了吗 背景 背景 好 然后背景完毕之后就是什么 标题文字 标题文字 那标题文字怎么放 我先暂时把这个图片放到旁边去 因为正式的一个使用都还没有讲 好 那我们来去看标题文字 你总要对自己的主题给予一个适当的标题 什么适当标题呢 例如说 我的是一个直播的电脑课程的一个宣传 或者是这是我的目的 所以呢 我在这上面 我在这上面 我就会有一个 例如说标题文字 那通常啊 通常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 如果你从没有变到有 可能就是用文字方块 可是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插入底下 他有广告 他有广告 我觉得这些广告 你可以拿过来直接应用 也不错 拿过来应用也不错 好 例如说除了广告还有那个 就是说传单啊 这些下面还包含了一些字 你只换字而已 他都帮你组合好了 你就把适当的地方放一些相关字 例如说我就随便选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他就是 这边有一个广告传单 对不对 然后广告的标题 然后接下来你把重要的一个项目列在这边 组织的名称 好 然后时间啊 地点啊 日期啊 列在这个地方 什么机构 联络的电话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纯粹去做这些的修改 然后这个空间你可以放 你可以放什么 文字 你可以放图片 你可以放表格 反正就是类似像用图片预留位置做出来的 好 所以看你们要不要用这种东西 至少至少我们就先放一个简单的插入广告 我们现在教你这个广告好了 这边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点这个 例如说这样子一个内容好了 然后稍微我们学一下怎么样去把它修改 其实我们用word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子的内容 例如说把那个免费提供改成你的主题 像我的主题 例如说 那接下来你可能就会想到说这个字的颜色 我必须要换色啦 对不对 因为建立了一个广告 那接下来这个东西 这个下面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也想要去换色 所以我们教你这里面现在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我们打的字 这我们打的字 第二个是下面这个物件 你看哦 当我现在点到这个物件 它是包含两个 一个彩带 一个是文字 可是如果我点到字 我这样子可以单独选到字 可是我点到这个彩带 点一下 我可以单独选到这个彩带 好 例如说彩带 假设彩带 点到彩带 这边是不是有这个图的格式 假设我就随便换 假设我想要换成这样子颜色 那你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就是这样放上去 这样子放上去 它的一个颜色的搭配 好 那什么叫颜色的搭配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个细节 下面是不是黄色绿色 对不对 好 那你有没有听过红配绿 红配绿 我们讲红配绿是在讲那个对比色 对比 例如说假设你的背景是紫色 那你就换成黄色 这样子是成对比色 你把红成黄绿蓝电子绕一圈 你就会知道红成黄绿 红是第一个绿是不是第四个 然后第七个是红成黄绿蓝电子 所以绕一圈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对比色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一个设定会比较适合 就是说这样就可以凸显 可是现在字不凸显 字没有凸显 我们文字方块 我们可以再去设一些格式 那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是亮的红色 这个是亮的红色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这个字应该放黑色还是白色 黑色就是亮配暗 又是用那个对比的观念 所以我们这边我设成黑色 这样子就会比刚刚来的醒目 这样可以大概了解 当然你可能要把它设成出体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效的设定 好那我只是告诉你说 哦这样子是不是就有一个标题 放在这边 好请你们加个标题进去吧 好那我总希望就是放一点文字 放一点文字 当作是次标题 举例来说 在这里面总会有什么 时间啊 地点啊 或者是网址 因为是直播教学那当然会有网址 然后还有一张图片 所以呃 例如说我们去下载一下 下载一下那个其他的图片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点选这个范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里面是不是有word文件 好我就点它 然后点这个图片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了 就是你可能会因为你的实际需求 然后去做了一些图片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好那我接下来下载好这个范例之后 那因为你没有嘛 你可能就只能用我的 所以我去下载这边 下载这边 把这两个图片先剪下 贴到我的刚刚第一次叠击这里面贴上 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把word文字插入进来 可以 我们绝对可以把word文件插入进来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回到刚刚的publisher 然后接下来插入插入物件 插入物件 我们就可以选择从档案 从档案 或者是建立新物件 建立一个word的物件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这样子一个做法 晚一点再做好了 我们先用复制贴上 你看哦 这个文件是不是快速点两下 就可以打开 然后接下来 假如我今天我要 我要这一段 所以复制 复制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到publisher这边 我是不是可以做常用底下的贴上 是不是就有这样子一个内容 那可能这时候我就必须要稍微让你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文字 这个文字我们会希望放在 放在这里面嘛 所以你 你例如说放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决定说宽度啊高度啊 那你是不是会发现说这个旁边有红红的 红红这些红色点的意思是代表说什么 有非常多的一个文字 然后摆布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大小稍微调整 然后还有这里面的字 大小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调整 例如说选到这些字 然后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如果再放大 你看他是不是又变成红色 代表说他不够 所以文字的排版 这也是等一下我们要去学的 这就是很单纯的直接把文字放进来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文字啊 好像好像那个 嗯 跟下面的底色 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别人视觉上面的观看 或者是这个文字是不是要设 例如说大一点 大一点 所以等一下晚一点 我们再谈文字的调整部分 文字的调整 这边就可以插入一个文字 你可以选择插入物件的方式 把Word文件插入进来 也可以直接用打开Word复制贴上 好 就请你们直接去贴这样子一个内容 做文字的处理 这样次标题文字 是不是就直接放来这里了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吧 先下载我的Word文件 还有那几张图片 好 我这个地方我就想要去放一张图片 放一张跟课程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里面并没有放什么 例如说时间 地点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插入图片 然后接下来在我低词叠击 Publishers 2017 这边把这张图片插入进来 然后放到适当的位置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看现在连整个框都变成什么了 红 那个紫色 请问当你看到红色看到紫色 你应该大概知道一件事情 好像就是有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假设我今天 我这样子覆盖过去 有看到 它就不会有那个紫色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物件 可能要稍微往上移动一点 不然下面内容看不到 那我就把这也往上移动文字 文字往上移动 然后 好 大致上就先排成这个样子 可以吗 就是我是不是有 标题 四标题或者一些说明文字 再来有图片 可以 一个简单的一个海报 大概就完成 变成是这个样子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请你现在用插入图片的方式 把那张图片插入进来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一个完成的海报 储存起来 所以档案 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 你第一次存档 你选什么 储存档案 或另存新档出现的画面是一样的 那因为预设它叫出版 多少多少 代取 所以这是预设的名称 代表我们没有做过任何储存 所以我们点储存档案 它会出现 点了储存档案 它也是叫我们到另存新档 然后接下来 流览 这应该是我的主题 是我自己定的 所以应该叫做什么 直播教室海报 通常我们在定义一个名称的时候呢 真的请各位至少要两个以上的关键字 什么叫关键字 因为我是一个电脑的 电脑教学 电脑教学的海报 这边就两个关键字了 这样会让别人看得比较懂 那再来最好就是加上日期 知道说是什么时候制作的 所以2017-1124 然后点选储存 这样我们就把这一个档案存好了 好 那当然这些东西是都不需要的了 来 请你们先把这个范例储存起来 然后我们就先上到这个地方下课休息 10分钟 我们继续回来要跟各位分享 我们插入的这个文字 还有插入的图片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些调整 调整的主要目的啊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美 但至少要让别人清楚看到 这个重要观念 好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没有感觉这些字 这样子看是清楚的 因为它少 而且字很大 可是 这边这个字呢 是不是就做得不是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先姑且 不看那个 例如说 美不美 可是至少我们是不是希望把一个内容 让别人看懂 那我们就先来观看 以下我所想要跟你们分享 首先第一件事情 这个图片其实可以搬到旁边 搬到旁边 这图片 刚刚我们是不是调整了一些大小 对不对 大小的调整 其实我们滑鼠右键 针对这张图片 滑鼠右键 它有一个叫做套用字背景 然后填满 填满是什么意思呢 它会把这张图片自动扩大 你就不用在那边调整大小了 还记得 刚刚我们调整大小是怎么调 是不是透过这八个点来去调整大小 请问调的刚刚好吗 未必 可是这个时候 然后当我们点套用字背景填满 点一下 你看是不是就直接填进去了 可以吗 我们稍微把这张图片搬 可以看到 就直接填进去了 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会比较好一点 好所以 这点应该没有问题 好 那就请你们 第一件事情 把刚刚你放在这边的图片 拿到旁边去 然后滑鼠右键点这个图片 套用字背景 我们到时候列印是只有印什么范围 只有印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里面的内容 这外面东西全部都不印 好 所以第一件事 请你们先做好这件事情 调整我们的一个背景 变成真实的满板 这个功能叫什么 叫做套用字背景 然后选填满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文字 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个字的大小是多大 常用里面 或者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这个 这边它会出现那个快显工具列 快显工具列 不想你有没有印象以前用滑鼠右键 现在只要针对你选到字 它就会出现这个快显工具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四十字型大小 所以我们至少这里面字呢 我们至少这里面字 是不是也应该稍微编排一下 像例如说我的这个直播叫 是课程的名称 这一看就知道我字一定要变大变大变大 可是我真的希望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什么叫做字的大小的适应性 你能不能改到 例如说比它还要大不行吗 所以你建议不要用这个字型大小 而是应该用放大字型 跟缩小字型来去调整 举例来说 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 诶 这个字要比它小一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可能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字 例如说变成粗体 或者是加底线 就是有一个区别就好了 那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我觉得这个中文字型 中文字型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可能到时候 还是要请你们学会 不要使用微软的字型 我们去安装免被的字型来使用 因为这里面字型通通都不好看 都建议不要用 可以吗 好 因为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 什么星系名体 标凯体 我觉得都不好看 那我们是不是 改用那个免费的 免费的字型 所以我到时候要教你这件事情 好 我们先暂时选用这个 我的 微软正黑体 我觉得 星系名体跟标凯体 各位都看过了啦 我们不要再用了 先用一个 比较2007以后 新推出来微软自己 去写的一个字体 叫做中文字体 叫做正黑体 好 有没有感觉 这样子的字 我觉得这个字 给我的感觉 比较舒服一点 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等一下晚一点 我再教你字型 好 那请你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现在这个字 现在这个字 当我选到之后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是绘图工具 一个是文字方块工具 你看光是当我点这个绘图工具 它可能就是要去请我去 就是说我可以去编辑 这些我觉得多多少少 我们可能握的应该都会 那这里面文字方块 它就是以这文字方块为主 来去做一些格式的修改 例如说有可以把它转成 直输变横书 或者是我把它变成两栏的文字 两栏的文字来去呈现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你们大致上 了解到像这边一二三 例如说 假设我把它变成两栏好了 变成两栏 对不起 它就是把这样子 一个文字内容 变成左边一栏 右边一栏 变成两栏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恢复 变成那个没有排两栏 那就变成单栏 就又回来了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先排成两栏 那这边标题字定义好了 然后把这里面的文字稍微编排 为什么不要让别人从左边看到右边 因为我们海报是很大的 所以不要让别人由左到右 这样子来去看 所以我们几乎都会设成是两栏的方式 或者是最多到三栏 这个我们稍微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把文字 文字 如果说我现在不求美 但是我求什么 我求能够清楚的让别人看到 所以这个时候建议至少做两件事 就是把标题字 把标题字定义出来 还有就是把这里面的字型 微软正黑体 还有就是分成两栏的方式来去呈现 那这个段落的标示 稍微注意一下 调整到这个右边界这个地方 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基本的设定 就是我喜欢左右对齐 左右对齐的方式 而不是这个就是有的比较长 有的比较短 它是靠左对齐 所以在常用底下 建议各位是选择左右对齐 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 那个边界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练习 做一下 做到这边 我做了几件跟文字格式修改有关系的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针对这整个文字方块的部分 这个文字方块 当我现在点下去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 关于段落的编排 字型、段落、连结、文字艺术师、印刷样式等等 那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因为现在你去看这个字 现在我们去看这个字 有没有觉得有的地方 黄色、白色有看到 感觉啊 感觉是什么 感觉就是 嗯 没错 我现在字应该设为黑色 是对的 可是呢 可是这样看起来 这边 这边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 这边应该说是最清楚的 这边比较不清楚 所以通常我们 我会用这样子一个观念 让各位去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文字方块的底色 如果我们给它加一个浅浅的一个一字性的颜色 会比较好看 就是方便阅读的目的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点一下这一块 然后在格式里面是不是有图片 图案填满 这个图案呢 我们去挑 你觉得要挑 暗色系 还是亮色系 我们的背景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个很浅的颜色 白色黄色这都是浅色亮色 所以我们原则上设成暗色 那如果设成暗色的话 如果设成暗色变成一个区块的颜色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不到那个漂亮的背景了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暗色呢 变淡 变淡就变成 又是另外一种亮色了 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把它设不透明度 所以不透明度怎么设呢 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设好了一种颜色 例如说暗的颜色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其他填满色彩 这边有一个透明 透明 假设我们设成透明75 是不是刚刚那个颜色已经选好了 这边设成75 按确定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下面那个底色 下面那个底色就是变成说我区块的填色 区块填色的定义是锁住我们这个范围 假设啦 假设我只是现在要让你去了解 这边是不是一个区块填色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区块填色 它就是看文字就会在这里面去看完 这边就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图片 这边也会当作是一个图片 快速的去看完 所以我觉得说 所以我觉得说当我今天我要让别人去看我这张海报的时候 是有一个区块的填色可以锁 锁住我们的一个目光焦点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把这个区块颜色填一个浅浅的透明的颜色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是我用 我做这件事情跟不做这件事情 它的差别会让我的这个字变更清楚一点 或者是看起来会更好看一点 怎么讲呢 因为刚刚那个白色暗色有发现吗 有时候其实我们对比太强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看起来 会不会感觉又会比较不太一样点 主要是这个文字啊 会比较清楚的去看到 再给你比较一下 还原 对不起 因为 就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 格式 格式 我刚刚填了这个颜色吗 色了 对不起 选错了 这个 我把不透明度调整变成 例如说75% 76% 好 确定 这样子的话 视觉上看它的感觉 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 然后我们不求漂亮 可是我们求这个海报要达到那个宣传的目的 所以你看我这边段落 我是不是也稍微手动做了一下调整 比如说几点几分 是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几点几分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我这边是不是做了一个段落的调整 就是补Enter进去而已 记住 我们今天做出来的文件 做出来的文件 我们因为不是美工出身 也许我们对于色彩的配置不是这么好 没有关系 但是至少我们按照逻辑的思考点来去思考这件事情 你觉不觉得这样子的呈现又比刚刚好了一些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背景的调整 文字方块背景的调整 针对这个文字方块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绘图的工具 绘图的工具 有时候我们在排字的时候 排字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些人排字 他就希望说排出来的形状不是长帮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变更图案 变更图案 例如说 假设我只想要排出来星形 星形 那你就点星形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我先暂时把这个字拉到旁边 然后这里面的字我稍微都先变小一点 可以懂我现在所在做的意思 就是他就会把每一个字呢 就是排进去了 排成那个星形 好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在做那个海报的时候 或者是在做一些小卡片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做这件事 就是改变 而且呢 当我们今天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 假设当我们今天做完这件事 做完这个格式底下的变更图形 我会希望取样 取样包含它的大小来去做填满 例如说 我们里面要排100个爱这个字 在一个星形里面排100个字 这个爱 然后我们把它直接抓图变成图形 图形再去做放大 就随便你去可以调整大小了 这都是设计 就是希望能够编排在我们的教材里面 跟你去做分享 所以这个变更图形应该没有问题 好 所以看你要不要去做个星形的字 那我现在我就直接做一下 不过这个范例不需要了 好 先不管了 我们来继续来去观看一下 这里面格式 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格式啊 假设我们希望这个框 这个框是圆角矩形 那个圆角矩形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设那个格式 图样格式 然后图样里面我们要不要填满 刚刚 诶 对不起我刚多还原了 多还原了 好 就是 我刚刚这边如果我选它 它是不是说它的外框是黄色 然后没有填任何的内容 好 所以这边有很多种 假设我们今天选择这一种 有看到就是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 那个底色 底色 会跟这边慢慢变成一层的方式呈现 好 这 刚刚这一种也是 我觉得说还蛮不错的一个设计 好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就是当我们今天文字跟底图 我希望隐隐约可以看到底色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是怎么设的 你们知道吗 简单说就是我们填满嘛 填满我们是不是用漸层 漸层来去填 填完之后呢 再去把它颜色设成 那个半透明的设计 或者是 这边有漸层 漸层就是下面有颜色 上面没有颜色这一种 再接下来呢 我们还原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图案效果 针对这个文字 看看我们整体要不要去设个 设个 例如说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它会 它会去做往下 这边有浅浅那个颜色 好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刚刚那边介绍 主要就是针对格式美工的部分 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跟文字的文字 会产生一些所谓的 例如说段落的调整 那其中 其中我们可能 除了这个字型跟 对齐的方式设定以外 我们可能 会去做一些像超连结 所以这里面 我们来去设超连结 例如说 选到这个字 建立连结 它是针对那个整个框框来去建立连结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边 这边它 因为我 好吧 我现在我就先讲这件事 因为 当它这个时候 当它这个时候 这边是会出现这个点点点 就代表说 我今天我给它的框不够的时候 它是会出现这个点点点 点一下 有看到 然后 这边点一下 它就会把剩下的字搬到别的地方 有看到吗 剩下的字搬到这边 好 我再做一次给你们看 什么叫做 就是这也算是一个文字的连结 您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呢 假设我现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文字的叙述 可是我这个文字叙述 假设我现在我已经到了底部 我已经到了底部 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 我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 点它 然后在这个地方 点一下 就是 这么多的文字 剩下部分都在这里 这个时候呢 我就新增一页 什么叫新增一页 插入底下新增页面 刚刚的这一个部分 刚刚的这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 对不起 它是高度不够 这个部分呢 我就可以把它 比如说搬到这一页去 刚刚这个部分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 搬到这一页去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吗 就是当我今天我的文字太多 我要去做跨页设计的时候 我可以透过现在这种方式 你看哦 当我现在点一下它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自动跳到 下一个文章接续的开始处 然后如果我今天点这个地方 回到上一个地方 它是不是就 就是回到刚刚文件开始的地方 这就算是一种连结 文字方块的连结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文字方块的连结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当然我现在 我还是要恢复原状 因为在这个地方 文字方块我想全部都讲完 这样会让你们会比较了解 所以我就把 这个文字翻过来 翻过来 直接把它剪下 剪下然后贴到最后面 稍微把这边稍微设大一点 贴上 贴上 好 我只是说要提 呃 请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什么叫做一个文字的 文字方块的连结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玩一玩 看看说能不能正常的去产生 那我建议你们这样做 就是先把 先把这一个物件呢 先把这个物件 然后直接复制 好 所以常用底下复制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贴上 搬走 你在这边自己去玩一下 没贴到 好 直接贴 贴到这个地方 贴上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 就要去玩一下这个点点点 好 点它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在随便一个地方点一下 稍微把这宽度拉宽一点 高度 好 这样子的话你看 现在我游标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点一下它 它是回到这个游标的最后面 点它是不是回到这个游标的前面 这个文字方块格式的建立连结 就在讲这件事 好 所以你大致上知道 这个红色点是什么 红色点就是代表不够宽或不够高 然后这个点点点代表 这是文字方块连结 文字方块连结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自己动手来去玩一下 文字方块连结 这在排版上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好 那接下来我想要介绍文字艺术师 刚刚我们在这边做孙在阳直播教学 好 这一个内容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 例如说透过文字艺术师来去呈现 而且这是大家都会的 所以我们先打好这几个字好了 例如说 好 假设我今天我先直接插入文字方块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字的大小稍微我们是不是要去调整一下 好 字 字的大小稍微调整 那重点是在格式里面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文字艺术师样式 他跟你所知道的文字艺术师好像不太一样 你可能以前学过2003版 他有很多旧式的那种文字艺术师 假设我现在呢 我换成是这一种方式来去呈现 好 这一种方式 然后把这个字呢 例如说搬到适当的位置 然后放大一点来去呈现 还不够大 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们就必须要缩小了 为了让每个字都出现 好 那接下来这个文字艺术师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这个文字艺术师是不是他有底色 有底色 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方式 来去加强醒目 好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 等一下 为了要讲后面 后面这些很漂亮的印刷样式 所以你可能下面还是要打出一排的英文字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的字体 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都不是很理想 不是很理想 你看 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今天我换一下微软的正黑体 他就只能做到这样子而已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字型的给我的感觉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不是很理想 这跟标题的差距是有的 好 这我只是想说提醒你们 他有这样子一个文字艺术师 这就是他的文字艺术师 在这里文字艺术师 这边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那我觉得 我觉得重点是 你还不如自己来去设一下 你喜欢 例如说假设浮屠 我喜欢这样子一个浮屠 好 来去做自己喜欢的文字 好 那就请你们自己来去做文字 而取代掉原本这一个浮屠 浮屠的文字艺术师 我们来观看一下 假设这边我想要放一点点英文字 放一点点英文字 让他就是说 有一个就是说 假设我现在把这英文字放在这地方 放什么呢 插入绘制文字方块 例如说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些字 稍微 要放多大呢 其实就是 当我今天考量 例如说 假设我想要放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样子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讲一下 这样字体真的不太好看 至少 至少 这里面不是有很多种字型吗 比如说我随便换 换一种字型 不是就 比较漂亮了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海报 海报 未必是要 以 就是说 让别人 直观可以看懂 而有时候是以设计 既然是设计的话 像有些人比较偏重 喜欢红色 有些人就比较喜欢蓝色 那就会见仁见智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这里面有很多都是 就是很自私化的字型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比较倾向 例如说 例如说设计一点 花俏一点的 怎么设计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选择印刷样式 我也可以去改变字型 其实很单纯就是改变字型 可是在这个地方 稍微注意一下 我选到这几个字 去改字型 你有没有发现 你根本就没办法直接套用 没办法直接套用 它不会直接秀给你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当我现在 我选到这几个字 我是不是希望说 它直接 直接换色 来去呈现那个视觉的变化 可是它现在不会 我觉得说 我觉得说 建议各位 选到这几个字 用文字方块工具格式里面的印刷样式 然后接下来 你看一下 这边会有范例呈现 假设我今天用方向键 来去往下移动 有看到吗 下面这个范例会变 来去做挑选 会比较好 这种方式会比较好一点 你看像这种字型 也蛮漂亮的 挑一种你比较喜欢的 然后点下确定 确定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字型就整个直接改变 而不是说 用以前比较传统的方式选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随选即用的概念 意思就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也可以选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没办法从这个字 没有办法从这个字 就了解它的字型改变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会直接秀给你看 这个范例大概 例如说 假设是这一种 有看到下面那个范例 是不是都会有一些变化 好 假设我想要换成这一种 确定 是不是又换了 好 然后调整到是 适当的位置 好了 那我想 我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让我们去选择一个漂亮字型 然后记得把它存到 我们的第一个范例 就完成了 因为下午的课程 我们要先从图片这边 开始跟各位分享起 所以我开一个新的档案 来跟各位分享起 首先我先透过开始 然后publish publisher2016 开启一个空白的 现在我开的是一个 A4正向的文宣文件 然后这一份文件呢 我因为要讲图片嘛 所以我先把图片插入进来 例如说我在这边插入一个图片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就先用办例图片来去做讲解 假设我们今天我们插入一张图片插入 他就很单纯的把这张图片放到我们的画板里面 那接下来我如果插入 例如说四张图片 从沙漠、绣球、花、水、母、五尾熊 点选插入 它会放在右边 放在右边它的意思是叫做什么 缩图 缩图 就是小图式放在这边 但事实上我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张图片大小 它是14.18公分乘19.8公分的一张图片 那这张图片呢 因为它缩小了 缩小 但是它是维持它的比例 然后它是2.86乘3.81公分 好 所以其实原本可能大小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范例里面 这一张图片它大小是多少 1024乘768 这张图片1024乘768 绣球花1024乘768 只是较进来的时候 我们用插入一张图片跟插入四张图片导致的差别 但事实上 这张图片到时候可不可以 例如说变成1024乘768的图片 当然可以 就改变图片大小 好 那你一定会想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它是一个排版嘛 我们多张图 我们插入进来 然后接下来放在这个文字的外面 然后方便等一下我们去做一些排版 那这个时候呢 你因为插入很多张图片 如果都放大大的放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你就可能会盖住图片 所以它就先把这些多插入进来的图片 都做成小图 所以我们就称这样子的图称为说图 好 所以请你们先插入五张图片 然后还有 我不是有给你们一个word的文件吗 那那个word文件呢 word文件 例如说 我现在打开 然后 因为至少里面要有一些文字嘛 好 所以例如说 我现在复制 复制哦 然后直接贴到这个 operator里面贴上 然后接下来调整到 例如说 开始的这个位置 开始的这个位置 右边限制到这个地方 然后 调整 大小 你这样的话哦 我们只是先有文字 因为我要讲图片 有时候我们要讲到文绕图 这时候有文字有图片 彼此间排版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先交代清楚 所以我们请你先把那个文字叫进来 还有图片也放在这边 我们可能就针对图片跟文字之间的关系 来跟你们去做一个分享 首先 我曾经有跟各位分享过一个观念 就是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大缩小 而且是同比例放大吗 其实它可以这样改变比例 改变了比例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针对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重设图片 还有恢复原状 例如说 假设我们刚 我把这张图片 这样放大缩小调整 然后 然后 改变 是不是 比例改变了 所以 如果说你想要重设图片 就是恢复原本的形状 那 这张图片 其实它 叫进来就变缩图 所以我们可以重设图片 它就恢复它原本图片的尺寸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针对图片 它有这样子一个特色 那既然它有这个特色 你就可以随便去玩这张图片 我现在我要先讲一个概念 好 例如说 这张图片我们放进来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不是 整个版来说 它是不是比整个版来的宽 整个版来的宽 但是它是不是比整个高度来说 就小多了 对不对 那如果 如果我们想要去填进去的话 填成这个背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套用字背景 是不是并排 并排的方式来去填进去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 你把它整个填进去的话 是不是会改变比例 所以我先还原 还原好 滑鼠右键 然后套用字背景填满 它 不会用 它不会用那个 就是说 例如说破坏它的一个 比例原则的情况之下 它是不是就等于说 把这一块 这一块 来去做一个放大 来去填入 可以大概了解 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 原则上 它填入背景 它不会破坏 不会破坏 那如果我今天 我填入这样子一个背景 那我的字 是不是就变不清楚了 所以 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第一件事情就是 假设我们今天填这个背景的话 我要凸显上面的文字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还是可以再插入一个 就是 基本的图案 例如说 矩形 因为文字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可能就 建立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矩形物件 这个矩形物件 填满的内容 填进去之后 我是不是考虑到 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把它 当作是文字的下一层 好 所以我这边 是不是可以去排列我们的顺序 排列顺序 跑去哪了 这边 下一层 好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 就可以 让我们看得到 那个 下层的透明 但是 实际上又在文字的后面 所以呢 刚刚这个物件 下面这个物件 我们其实在填满色彩这边 可以用其他填满色彩 把它的透明度调降 这是另外一种做法 当然你也可以去动什么 去动这个 文字方块 好 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再加一个物件 然后填进去 然后这个物件的颜色 颜色 我可能要调成亮一点 然后不透明度再调 调成 例如说50 这样子的文字的话 是不是才会看得到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另外一个做法 我这边用的做法是什么 我这边用的做法 我是在下面插入一个图案 举行的方块 然后来去让它做成另外一层 就是最上面是文字 中间是这个图案 最下面是背景 好 所以请你们动手来去完成 就是说 这样子一个三层的设计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其实这里是回应 早上同学问一个问题 他就说 这张图片 我插入进来的图片 好 例如说 我插入一个新的一页来去讲 他这个图片呢 他想要满版的去贴进去 当做是背景 可是 可是 他就问说 那怎么样去 它是怎么样填进去的 你应该这样来去思考一下 假如说 假如说我今天我滑鼠右键 我点这个套用字背景填满 那请问一下 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是学Foloshop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去学这个尺寸是多少 这个尺寸 宽度 因为它是A4的尺寸 所以宽度是21公分 高度是29.7公分 那 这一个的宽度呢 这个的宽度 它是27.09乘20公分 可以啊 这边他写的 因为他这边单位都是公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可能就要求一件事情 我希望把它填满填进去 好了 那这这边就牵涉到 请问一下 如果我今天我会Photoshop 我干脆就直接做一个 21公分宽 29.7公分高的图片 对不对 可是我们又不会Photoshop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希望说 把这张图片填进去 那是不是先把这张图片 改成 例如说 改成哦 请问是以宽为主 还是以高为主 应该就是以高为主了 所以这张图片 是不是要放大 变成至少29.7公分 好 所以我就先把这张图放大 同比例放大 这样子的话 这张图是不是就变成29.7 然后接下来 请问 那宽度绝对是超过的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他可能就取其中的一块填满 就是他可能只取这一块来去做填 填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取这两边 这是多出来的 这是多出来的 他这边要删掉一部分 所以这边也要删掉一部分 然后去填进去 他取中间部分填进去 我再重复讲一次 我希望你可以了解 因为我们不可能带你去做那个 Photoshop如何创造出一个21公分宽 成29.7公分 但是你从网路上 你下载的图片 他已经固定尺寸了 同比例的情况之下 你就以比较短的那一边去放大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 这张图片 格式 我先重新 着色 你看 当我今天滑鼠右键 我套用 套用这背景 填满 他就只填一张 他就只填一张 而不是填 例如说 这边是不是又在 如果是用并排 是不是这边又会再填第二张 好 可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填满 可是我希望你了解到就是那个比例的问题 就是说 我现在要填进去 我的宽 这张图绝对够填 可是我高不够填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其实会把 我的高度先锁定 高度锁定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你看 他大概所使用的部分 大概是这个部分 大概是这个部分 就是 大概只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右边大概只到这个地方 所以他这边是不是被裁切掉了 这边也被裁切掉 因为两边全部都要同比例的去做一个裁切 然后填进去到这个文件里面 这样可以了解了吗 我想 我藉由这样子一个办例 你就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他是这样子来去填补进去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顺便就可以介绍这个图片的裁剪 所以你看哦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他这边有 裁剪 裁剪 好 甚至可以裁剪成不同的形状 例如说我剪成星形 剪成星形的形状 但你有没有发现他的星形其实不太好看 对不对 星形 好 你看我们现在这张图片 本来那张图片是不是就被被剪成星形了 好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学会的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当我们剪裁 然后可不可以再 剪裁成别的形状 当然可以 例如说剪裁成这样子的形状 好 所以是不是都可以去做 那剪裁还有另外一种比较自视化 大家都看得懂的 就是这一种标准的剪裁 标准的剪裁 这样子一个大小的剪裁 这样大小的一个裁切 大小裁切 可是我觉得在这边又牵涉到那个比例裁切的概念 什么叫比例裁切 例如说我现在我点这个裁切 好 我是不是把这边裁切掉 很单纯的 我是不是这边就裁切掉了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裁切的方式 你看哦 假如说今天我今天我用是这个 这种形状来去做裁切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去我去做这个裁切 等一下 假设了假设我现在做这个裁切 然后我裁切成这个样子 这边是不是没有图案 这边是不是没有图案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边还有三种不同的裁切方式 什么叫最似大小 点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直接把我这边是我线要的宽度 所以呢 一裁切掉之后 左边 因为它本来是只有影像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它就把左边塞空白 右边塞空白 这是最似大小 填满就是整个把它填成 我这个整个裁切边的大小 所以比例一定会跑掉 填满 那还有清除剪裁 就是我刚刚不是做剪裁 我等于说现在不要做剪裁 那就等于 假设我今天我现在做了剪裁 然后点它 点重色图片的意思是一样的 可以吗 这个剪裁 我想这样子讲解 透过比例裁剪原则 你可能就会比较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些事情 那当然啦 你不了解这些也无所谓 但是至少我希望你懂这件事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这张图片 我 因为文件 文件 它不能改变它的 达变宽或者变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一定是做同比例 记得我们一定是 先选择以比较短的 像例如说现在这张图的高度 跟这个文件的高度 这个文这张图片是比较短 所以我就会先以图片的高度放大为原则 然后接下来它是使用到这一段 这一段的一个影像当做是背景 因为左边跟右边都会被拆切掉 然后就填进去当背景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 为了我上课方便我又再去插入一张新的页面 就这里面是不是就纯粹的文字 因为我觉得我们先了解图片 你看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选到这张图片跟这张图片 我选到两张图片 两张图片然后接下来我点他 他两张图片就对调 那例如说这张图片跟这张图片 就是我选到两张图片 我点他是不是这两张图片就对调了 他只是在做那个图片对调 我觉得这还好 可是现在重点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这个图片图片格式里面 我想这边还有什么 校正什么 所有这些内容都不及文绕图来的重要 所以我想先介绍文绕图 文绕图 你看我想无非就是举行紧密上下穿透 等等这些的方式 首先我们稍微把这个图变小 然后比例稍微放大一点 我想要这样子来去看文字跟图片之间的关系 那首先 首先当我今天我要这张 我用五尾熊好了 五尾熊这个范例可能会比较 好 例如说这张五尾熊 然后我想要把它排进去 那现在是什么 现在文字在上面 然后五尾熊在下面 那就是上下的关系 那他是不是在同一层 不是 正因为他不是在同一层 这个五尾熊他不是在同一层 所以所以在这个地方 没有那个就是没有其他种排列的方式 因为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来看 来看另外一种排列文字的方式 我把五尾熊设为举行举行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假如说我现在 我下面那一层是什么 是五尾熊 下面这一层是文字 所以我连这个图片我都不好选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我现在呢 我要告诉你们说 请把这张图 例如说剪下来 好 然后贴到 例如说这个地方好了 这边来去做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张图 这张图跟文字之间就有关系了 例如说 他在同一层里面 刚刚在不同层 因为请问一下 假设我们先放文字进去 再插入图片 他就原则上预设在不同层 不同层的话 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个选的问题 因为你选不到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把这个文件 例如说放在这边 我们来谈一个合理性 请问图片一定要放在什么地方 一定要放在这个文件里面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图片跟文字 是不是就会产生 所谓的一个文绕图的一个问题 需要我们来去解决 举例来说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我 格式文绕图 然后接下来有 五 举行紧密 上极下 穿透 这个时候 例如说假设我设为 上极下好了 上下 就是说 上面有文字 下面文字 左右 没有文字 这叫上极下 那文绕图这边 假设我设成紧密 它是不是就可以排的秘密的 或者是说 我今天我可以选择穿透 可是现在 现在因为它在同一层 所以不能设穿透 那接下来的这个地方 穿透的意思 其实还有一 对不起 在同一层里面 就是当图片是不规则型 例如说 就是假如说图片本身 它是一个 例如说 新型的图片 这个时候 紧密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会有文字 这就是紧密的排列方式 好 那 我们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例如说 举行好了 例如说 当我今天射到这个地方 射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 我 左边 右边 都可以呈现 有文字的状态 这个就是 我们本来就应该知道的 文绕图的概念 只是做法是怎么呢 例如说 你看现在我把这个文件 这个图片 我把它放进来 它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在同一层 怎么样让它在同一层 产生那个文绕图的方式呢 比较简单做法就是先把它剪下来 所以在常用里面剪下 我先把那张图片剪下 然后 例如说贴到这一个文字里面 所以贴上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那个 例如说 格式里面的文绕图的设定 好 所以这是文绕图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文绕图本来在这里 是不是这样可以排列 那如果搬出来 它又恢复原状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 产生一个就是文绕图 例如说这边有文字 这边有图片 是排 例如说这边的矩形 那我现在当然要把 比较适合的图片 放到适当的位置 像在这个地方 插入 插入底下 是不是图片 然后 我的图片 我都放在网路上 你们也可以下载下来 1234 然后插入 它是不是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做第二排的缩图 然后接下来 把这四张图 假设你现在没有 没有选到 你就点 点它 第二 第三 第四 然后剪下 剪下 然后贴到这里面 贴上 就是贴到 这个地方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图片 是不是要去放置到适当的位置 适当位置 现在这个图片会去做那个排版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去做上下的调整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课程 第二个课程 那稍微注意 当我们在这样拖曳的时候 拖曳 然后放大 你会不会发现 像左边 右边都会有一些辅助线 甚至上面 下面 上面 我这样子的放置 就知道说 我左边跟上面那张图片 左边是切齐的 那相对你放右边的话 你会被 右边那个边界线所吸引 而且你仔细看 它会从原本浅浅的蓝色 当我慢慢往右边 你有看到 这样子就代表贴上去 右边界 放开 这两张图片大小会是一样的 有看到吗 9.72 9.7乘5.4 9.7乘5.47 跟5.51 差不多吧 对不对 你不用刻意的 当然你也可以 就快速点两下来去调整 我们的宽度跟高度 可是请问一下 你调整完宽度高度 要不要调整位置 这都是浪费时间 好 接下来第三个 例如说放在这个位置 一定要出现那个左边 左边的红色线 然后接下来呢 放开 然后 这边少了一个段落 好 然后右边 右边稍微注意 要推 要贴到那个线 那个蓝色线会变得稍微深一点 代表说我们选到这条线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 好 就暂时先做到这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有文字 文字 然后有切齐 然后 这个我稍微往上移动一点 所以这样排版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排到 我觉得比较整齐 藉由辅助线 帮助我们排版 然后排出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文件的内容 好 记住哦 剪下贴上 预设 预设 纹绕图 是左右的方式 预设的这个 纹绕图啊 纹绕图 它是用举行的方式来去呈现的 好 那就请你们放四张图片 来去动手完成到这样子的情形 这一个基本的排版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边 1 要做 要做这个图片的标号 这边是不是有图片标号 这个是无标题 当你假设今天去选择的时候 这个意思就是在图片的下方会增加 可是我们这边下面已经不适合再增加了 所以标号不适合选这样 这一系列 或是这一种 这也是在下面增加 这个不是在下面增加 它是直接在图片内容的下面去做 那例如说我可不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 因为它刚好这边下面是一个底 那我要做就一次做四张 不要说一个一个做 所以 shift的键点到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然后接下来点图片工具标号 然后接下来选这一个 这样每一个是不是上面都会有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让各位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图片标题 是不是就可以在这边输入 当然 如果你不喜欢这一种的话 shift键按住 第三 第四 好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下 好 我只能用还原的方式 格式标号 然后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喜欢就是这样子的话下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你可以 好 你可以去稍微参考一下 例如说我在最右边也可以 最右边 这边就可以开始打那个直式的文字 然后这边就呈现说那个图片的标题 例如说图片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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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贴上什么第二堂 这个是图片2 好 那一此类推 这个图片3 图片4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致上了解到这个样子 就是说这个图片右边 它可以去增加那个图号 应该说是我们叫做编号 这个图片编号 这个标号 图片的标号的设计 好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让别人知道说 这个是什么 但是你要稍微注意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这4张图片 要整个再往左边移动了 好 因为这就会超出去 列印的那个范围 不过它只印到这条黑色的线 这个范围 好 请你们先动手 加一个图片的标号 举例来说我想要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设定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到时候现在要放什么图 还没决定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插入底下图片预留位置 插入页面 插入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那这个地方限制的大小就是这么大 然后呢 点它日后你可以 例如说上网去找 例如说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去搜寻 或者是从我的电脑里面 我的电脑里面找既有的图片 例如说我把这一张插入进来 那原则上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大小 它会比现在我的这个范围可能不是同比例 但是它只会插入到这个范围 它不会再去做变更 那这张图片也可以跟别张图片产生这样子一个对调 这都是可以做的 只要你插入图片完毕之后 它就变成可以去做图片对调 去做图片的交换 交换 那我再做一次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插入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这个图片预留位置呢 假设我们先设定好大小 设定好大小 例如说假设我现在把它剪下 因为这张它其实已经做了 但是我不晓得它做到哪里 去贴上 坐在这边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这个地方 是我刻意要去放一个图片的 假设这边我要去放一个图片 这个位置 然后我可以快速点两下 然后例如说去从档案里面去找 或从并里面来去找 OK 那例如说我从一样从档案来去找 找一张图片好了 找这张图片插入 插入之后呢 一样可以跟别张图片去产生交换 交换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在做什么 好 那这张图片这个位置固定就是要放图片就对了 好 只是暂时我们可能是用空白的方式 空白的方式来去呈现 好 请你们来去做 这个插入底下一个图片预留位置 因为我刚刚这一边 我的那两张已经做好那个范例呢 快当掉了 所以我现在换另外一个 我看一个新的档案 那有时候我会去插入 插入这个Word的文件 我们刚刚不是都用复制贴过来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边插入 插入档案 然后直接去找刚刚的那个Word档案 我们先做第一个 就是这个短短的文件 Word文书处理提升工作效率 这个Word文件确定 因为我刚刚当掉 好 那我就换我刚刚给你们的 这个OBIS2010TIP40招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他会先去做一个 就是Publisho正在转换这个档案 因为我那个范例还蛮大的 好 那你看一下 我总共 我还是要先看一下 刚刚这个档案 你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档案内容是什么 快速点两下 打开这个 原本这个OBIS2010TIP40招 您看一下 总共42页 有看到 就是在Word里面是42页 没错 然后在Publisho这边 我们来去看41页 拉到最前面 这是第一页 这是刚刚看到的第一页 这是我的第一页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边 第二页 第三页 依此类推 它这边总共40页 是不是跟Word这边会有点不一样 这样可以了解 它是排版上面的差异 这个还好 排版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Word 你该知道后面可能会留下一点点空间 然后可能就跳到下一页去 那Publisho这边 它会依照现有的所有Word文件里面那种 全部都塞进去 因为这方便 等一下我们介绍那个 例如说汇出 这汇出我们牵扯到要印刷 还是要做成什么样形式的档案 所以在这个地方插入档案 然后其实可以把Word档案叫进来 把那个PDF档案叫进来 可以吗 就是一样的做法 所以这个插入档案 其实也蛮常被我们所使用的功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你 打开一个新的Publisho 然后就请你用插入 然后插入档案来去做这件事 好 那我们当然接下来 我就想要跟你们来去分享一下 就是在Word这份文件里面 我们制作好了这样子一个物件 我们有Word的话 一定会有分什么标题 或者是像这边成功简报关键篇 一 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 这应该是次标题 然后因为这都是跟简报有关 这就是一个文件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你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操作步骤 然后这边就会有插图 好 那相对的 我想要跟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你看到这样一份文件是不是 有了很多的文字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做排版 让它方便别人去做阅读 举例来说假设 假设我们排版 我图片放在右边 那这张图片是不是就会有一个纹绕图的一个设定 好 纹绕图贴上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放在右边这个位置 好 然后第二个步骤 这边是不是要再放一张图片 好 刚好 这边没有第三张图片 第三张图片的话 是不是要到这一页 就是这上面这个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剪下来 贴到别的地方 贴到这个的下面去 好 这就是所谓我要其你们了解的一个排版 排版在做的是 就是这边这个表格 整个这个表格把它剪下来 然后贴到 例如说这个贴上 然后把它调整大小 移到适当的位置 可以大概知道 我现在在做的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排版 然后二三 然后接下来 这个就要移到下一页去 好 那当然这边我们是不是这一页排完 我们是不是就点它 是不是就回到这一页 这样可以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吗 这就是排版 好 所以你就把一些相关的文字啊 还有图片啊 排到适当的地方 然后方便我们来去做 但是当你今天会入资料 就是插入资料的时候 他会忠实的把WORD的文件 放进来 例如说包含文字包含图片 这是还蛮蛮不错的一个情形 那万一假设表格没有进来怎么办 对不对 我只是提醒你们说 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 那如果通常我会这样子检查 就是说原本的原始文件 这边PDA 这边的WORD文件呢 我会去看那个页数 例如说几页 四十几页 然后接下来在Poverishow这边有几页 例如说也是四十几页 然后看看那个物件 比对一下图片 就分别看一下 挑一两个图片来看 挑一两个表格来看 看看有没有漏掉 甚至有时候会漏掉那个小图示 就是有些人他会在那个里面放一些小图示 因为自行的关系 不过我现在所讲的 通通都是属于跨公司的时候会有的情形 因为以前我们编排 我不晓得各位知道 有一套软体叫InDesign 它也是排版软体 它就会有我刚刚所说的 调图片调表格调文字的情形 因为Adobe公司的字形 你通通要花钱买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麻烦你们自己去玩一下 那个排版 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好请你们动手做 那以前排版 排一本书 我记得我第一次写的那一本书 叫做Office2010 快快乐乐 学会Office2010 好像是这样子一个说明 然后就请人去排版 那一本书写了400多页 然后排完版 他说他爆出来的价格 好像是5到10万 就是那个排版的工作 400多页的排版 大概他所抓的一个方式是 看配合的程度 也就是说 他说排版有时候贵一点的话 大概是 大概到150块一页 一面 不是一页 是一面 它是算面的 你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篇文章 这样子40多页的文章 第一页长这个样子 好就是我会希望说 那个文字 然后图片 所以基本上 如果说我们是这样子排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右边都是空的 或者是下面这边是空的 然后 学下一页 然后右边都是空的 有看到吗 所以通常我们在排版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做哪一件事吗 而且我们今天还教过 两栏 我们可以节省好多排版的时间 你看一下 你看第一页 第一页 我游标移到任何随便一个段落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一页变成两栏的形式来去排 他这边就有一栏 这边就有一栏 然后当然就是这个地方排完 一 然后图片 他应该放在 例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调整一下图片的大小 图片的大小 类似这样子一个排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表格应该是放在 什么适当的位置 那接下来你再去看 这一页 假设我是不是也把它排成两栏 就整本书的风格都是两栏 两栏 然后点到这个地方 内容 改成两栏 因为没有独立显示卡 可能就会有刚刚那样子的一个情形 你看到这一页的时候 我们改成两栏 然后这一页 有不要移到随便一个地方改成两栏 就是他可以帮我们排的会比较好一点 有看到吗 这样子一个排版 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他会把我们现有的一些图片 素材跟文字先做两栏的排列 先后顺序都调整好 你再去动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比较好动 像这图片就只剩下什么 大小的调整 大小 大小的调整 那最好不要是这样子调整 最好是同比例调整 就是这样子调整到这个位置 因为我刚好看到 就是说 这个文件好像都集中在左边 这个时候 好像有一半的空间是浪费 或者是有三分之一是浪费 我建议你们 我们改成两栏的排版 事实上以前电脑书有很多都是用两栏的排版方式 可以吗 你去看一下 这上面这边是不是排的还蛮不错的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调一下 玩 玩一下 你只要改成每页两栏 因为像我们刚刚去做了一些调整 像我刚刚去做了一个调整 做了什么调整呢 就是这个栏的一个宽度的调整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他栏里面 它有就是间距的控制 它间距设定是0.2公分 如果你觉得不够 如果你觉得不够 你甚至可以再去调整其他栏 然后把这个稍微提升 例如说假设我改成0.5公分好了 0.5公分 确定 它这间距就会变稍微比较大一点 这个间距 就是 字跟字之间的距离 会增加 蓝跟蓝之间距离会增加 好 那接下来当我们今天去调整 我们是不是节省了很多的空间出来 那既然节省了很多的空间出来 你去看最下面 最下面都变成空白 可是页面都还在 页面都还在 好了 我现在 我希望就是说你们大概了解到这样子一个概念 接下来我们先谈汇出的部分 然后再谈大海报 首先档案 因为当我们今天我们要去做汇出的话 无非就是储存档案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产生 产生副档名是什么 PUB的这种档案 那档案底下 这边我们还有其他几种的汇出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变成PDF档 所以第一个建立PDF档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假设我们就取名加今天日期 我一样是放在第一磁碟机的 Publicial 2017-1124底下 比如说加今天日期2017-1124 好 然后点选发布 这样子的话他就会帮我把这个档案输出变成PDF档 好 所以你看现在我是在那个PDF的一个环境底下 Acrobat Reader来去观看我刚刚做好的这样子一个内容 那转成PDF档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没办法让别人去变更内容 还有一致性 其实我要特别强调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在这台做好的一个Word文件 或者是微软公司也许Publicial做好的文件 我换到别台去它的排版就跑掉了 PDF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PDF它是把整个画面储存变成图片 这等一下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它已经变成图片了 因为它整个已经变成图片的方式来去做储存 所以它有不易修改的很困难去修改的一个特性 那这个档案我们就先关掉 这是汇出第一个要跟各位谈的 第二个我可以把它做成网页 好我想应该没问题 第三次我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变更档案类型 就是我可不可以把它存成JPG 这一定要请各位做 因为等一下我要请你们插入档案 可不可以插入JPG 可以 就是有时候我们 例如说 就是当我们今天发布出去的文件 例如说PowerPoint 你做好的简报 想不想把它发布出去 也可以把它存成JPG 好 所以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汇出变更档案类型 把它存成JPG 那PNG有一个很大好处就是包含透明 那JPG它不包含透明 好 所以点选JPG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另存 这边另存新档 然后假设我今天我一样取名叫做2017-1124 然后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存档类型是不是变成JPG 好 然后点选储存 等一下我们来去看一下 里面会 这边 这边第一次叠击的PowerPoint 会变成是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请你先至少做成JPG 好不好 JPG是一定要去做的 这个档案汇出变更档案类型 然后存成JPG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你看在这个地方第一页 第一页 我去做档案汇出 然后变更档案类型 然后呢 我们去看就只有这一张图片 就只有这一张 就是第一页 可是我想你一定会希望 一口气就把所有的图片都汇出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汇出呢 好 首先 首先回到我刚刚这一个 Publisher的档案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汇出 汇出的话 储存已进行相片列印 那这个地方是叫随身出版 什么叫随身 随身碟是不是你天天会带在身上的 随身碟 随身的带着跑来跑去的 就是随身 随身出版里面 有一个储存已进行相片列印 这个功能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因为 JPG的图档比较小 TIFF的档比较大 都可以拿来做相片列印 所以看你的选择 那他在这个地方的重点就是 每一页分别储存为一张 就跟刚刚不太一样 刚刚只是把你游标所在的那一页 把它做汇出 所以如果你游标在第二页 是不是可以把那一页汇出变成JPG 可是现在是一次要做多张 所以这边储存已进行相片列印 例如说我选JPG 然后储存图像集 然后接下来在 例如说你要选择在哪个资料夹 所以我就选低磁叠机 是不是有这个资料夹 然后选取资料夹 然后他就开始帮我去做一个图片的汇出 他会以现在这个档案 OFIS 2010 TIPS 40招 然后第一页存一张 一个JPG图片 第二页第二张 例如说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低磁叠机的 低磁叠机的publisher 底下多了一个OFIS 2010 TIPS 40招 这个资料夹 然后快速点击一下 这边有页 一二三四 一之类推就全部都做出来了 就是这些都是图片 可以哦 所以请你们就是产生一个资料夹 因为这个资料夹我还有用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做完powerpoint的 你要去做一个publisher 他也是用这一招来去做的 来请你们现在产生很多张图片 那刚刚介绍了 汇出单一张图片 或者是全部都把它变成图片 那档案汇出 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种 就是这种的储存 这种的储存哦 它主要是为了商业印刷 所以它的输出的品质一定是高品质 高品质 这个的做法其实跟刚刚那种做法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不去介绍了 而且pdf我们本来就会 储存以供另一部电脑使用 哎对了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 我们哦 你们应该都有印大海报的经验吧 请问一下你给 例如说以前你做大海报 是不是用powerpoint来去做 还是word 我不知道啦 反正哦 反正对方都一定跟我讲说 麻烦你提供给我pdf 因为当假设我今天我给他word字型的时候 那如果说 word里面有些字型 它本身没有 这时候一定会产生问题 到时候因为字型跑掉 所以我就说哦 你这印出来跟我的那个排版有落差 所以我不要了 会有这种情形哦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通常我们去给厂商 不是给他ppt档案 就是去那个海报输出中心 不是给他ppt档案 而是给他pdf档案 他会比较有保障 好因为那已经变成图片的形式来储存了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好 那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哦 那我接下来想要介绍随身出版的另外一种 随身出版 这个里面哦 他会希望说你今天你给 例如说海报输出中心 包含字型 这点就很重要了 就是当你今天给他pub档案 还包含字型给他 所以储存乙工另一部电脑使用 他多了一下把字型也抓进去 这点各位应该可以理解哦 通常会跑掉的 通常会跑掉真的不是图片变小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可是你知道到底是什么会跑掉吗 就是字型 就是我假设我现在这台电脑有一个 我随便举例来说什么中立体 结果呢 我到了印刷厂 我到了输出中心 他没有中立体 这个时候会变成怎么样 会找最接近的一种字型就取代掉 那问题是你知道新系民体跟标开体 他都会有一些差别的 何况是例如说不一样的字体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要储存乙工另一部电脑使用 随身出版精灵 为什么要有他呢 主要就是因为 你可能制作电脑 是在你自己的电脑里面做 但是你要印的时候 是要拿去给海报输出中心去印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想办法把你原本电脑里面所有的 比如说档案还有字型全部都带走 所以这边有看到吗 内坎字型 所以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还有请问包含连结的图形 因为有时候你会去做那个超连结 这个时候他一样也会包含进去 好下一步 假设我今天我放在指定的位置 放在这里好了浏览 我放在低磁碟机 低磁碟机这里面 好然后选择这个资料夹之后 我就放在这里面 不然我再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好了 方便等一下我们来去检视 例如说这个是随身出版好了 然后接下来随身出版 选取到这个资料夹 然后下一步 然后他这边说 要不要包含Truth Type字型 我建议要打勾 那看样子我还真的赶快 应该要先教这个字型 因为我建议各位 思源字型就比华康好看多了 然后再有一个建立内侃图形的连结 有看到吗 我建议各位了 全部都打勾 好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点这个完成 那到时候我们就去这里面来去看 说得档案都在那里 如果你有使用到字型 有字型档 然后连结的图片 不会受到 比如说有没有网络的问题 好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刚 我刚刚做的 是不是放在这个随身出版里面 快速点两下 里面现在就只有一个什么 字型档跟这个 publisher的那个档案 就只有这两个 好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个档案就是这个内容 好那就请你们来去做随身出版吧 如果说当您看惯了看腻了 这些例如说微软心系名体 微软标凯体或者是 其实其实这两道字型都不是微软的 可以吗 这两道字型都是华康的 只是华康 不管是华康或者是微软 我们好像都不在乎 因为反正都不是我们的 但是我还是要请你们知道 就是正确的观念 微软在2007年 他出了一个叫做微软正黑地 我觉得正黑地比较好看 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应该受 就是从小我们就有写过书吧 所以应该知道有非常多很棒的字型 所以我现在就要带各位去学会下载字型 那怎么下载呢 首先你也不知道要下载什么中文字型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的观念 就是你不可能凭空做梦 梦到思源这两个字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就要 这时候请教一下Google大神 有没有免费 免费中文字型 然后再空一格下载 可以吗 请问这几个字 这几个关键字 你会不会找 可以吗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我们就可以去看一看 一定可以找到思源 我看这个网页里面出现多少思源 有看到吗 这边就出现了 思源送题最新免费中文字型下载 大概知道我现在讲的意思 因为真的我们比较少人会去 台湾好像比较少人会去做 这种免费字型的事情 那我们就只能期待 就是别国人来去制造 这是Google公司 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字型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Google公司 Google公司 他一定是请 例如说 那个会写繁体中文的人 去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中文字型 那我还是要请你们 就是知道一下 例如说 思源自行下载 好 所以第一个 免费字体 思源黑体 下载教学 有看到 我们来看看 他是怎么教的 他说 在这边 从头到尾去看看 然后这边下载方法 这是不是很重要 第一个 先进入到Google字体的网站 他已经把网站写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就直接点这个超连接 可以吗 第二件事情 我们可以去输入noto noto就是思源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sense sense是无的意思 无 无就是没有 这个tc就是繁体中文 然后呢 除了那一个 我们点下载 就可以去下载了 好 那这里面 除了这个noto sense c jk tc 不要记错了 其实有两套 还有一套叫serif serif 是漂亮字形 好 我们先点这个进去 下载 请先到Google字体网站 然后拉下来一点点 search for language 然后region and phone and phone name 那所以在这里 我要输入什么 我建议各位 你只要输入tc就好了 你也记不住什么noto 当你打noto 全部都是noto 全部都是noto 也许下载一大堆 你可能 可能也不太了解的 582个语言 千万别打这个noto 好 我们直接打pc pc pc traditional transist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 好 第一个是sense sense 是无 无 这个serif 这个s 是指serif 那到底什么叫serif serif 就是我们 穿衣服 那个蹭领 那个领子 那个领子 请问一下 那个领子的功用是什么 衬衫那个领子的功用是什么 就是好看嘛 就是美观 它没有保暖的性质 它就是好看 好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诗圆 衬底的 繁体中文字形 好 那无衬底就是 不是很漂亮 那不是很漂亮 它适合做那个小的字 但是漂亮字 适合做成标题字 好 所以建议各位 至少下载这一个 例如说我点这个 Notal Serif CJKTC 好 点一下它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download 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点它 下载下来 点了这个download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放在这里 下载里面 可以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要开另外一个环境 让你们可以去抓到 或者是你们大概都不用花太多时间 你们先不要去抓好不好 你们先大概知道这一件事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放在那个 我们虚拟的一个环境底下来去抓这个字型 然后抓完这字型 我们还要学会怎么去使用它 例如说你要先安装 安装完毕之后使用 大致上就这样子 好 那所以这两套都是免费的 所以你可以带回家 没问题 好 注意一下哦 这个字型比较漂亮 这个noto serif serif 它比较漂亮 因为它有秤底 这是无秤底 无秤底 就比较不是那种漂亮 就是从头到尾都一样细 或一样粗 这就叫无秤底 好了 那我先把画面还给各位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观念 可能真的要请你们知道一下 我会希望你们了解 不可能凭空而来 思缘这两个字 你那个 我教你们的逻辑性 请你们稍微掌握一下 192.168.2.48 你从这边去下载可能会比较快 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大家一起用进去那个网路 可能会击爆 所以而且都蛮大的 100多Mb 其实100多Mb还好啦 可是因为我们这边频宽比较小而已 网路速度不慢 可是就是窄了点 就是同时只能可能让三个人去做这件事 两套字型全部都给你 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带回去 因为是免费的中文字型 握的可以用 抛困的都可以用 那我下次再教你怎么解压缩 我只是要告诉你有这一个东西 好 因为我要介绍大海报 因为只剩下35分钟了 就是我们今天都是做A4的海报 可是你不可能都是 你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么小的海报 所以我们现在要教你大海报 你第一端一定是先从版面设定开始 其实我都有这诗原中文字型的下载 安装还有那个使用 例如说Powcon的里面怎么用这个诗原字型 我全部都有教学影片 只要您到YouTube的网站 就输入我的姓名 再加诗原字型 我想应该就可以找到那几部影片 我们赶快先来教Pubriture大海报的一个制作 因为我要最后一天 我是要带到去教你们PPT如何做大海报 让你们去了解这两边是有差别的 好 首先我们这个 这一个Pubriture我们就暂时先关掉了 好我们先点储存 然后这一个Pubriture的档案呢 我就先暂时关掉 好我们重新打开Pubriture 打开Pubriture 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启动一个 A4纵向的空白的Pubriture档案 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请问一下哦 我们要做的海报是多宽多高 你一定要知道 其实也不用 其实只要你要去贴海报 你一定会遵守大会规则 他就会要求说你的宽度 你的海报宽度要多少高度要多少 这都是规定好好的 例如说我现在假设想要做90公分宽 115公分高 这个是生意年会 一个学术研究的一个年会 每一年会召开一次 在国防管理学院 反正召开一个我们生意界都要去参与的一个重大的学会 重大的年会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怎么样去设定 第一件事一定是设定那个档案尺寸的大小 所以怎么设定呢 所以第一件事其实是在这边 页面设定 页面设计 大小 大小这里面是不是有A3 A4 A5 反正我们都不是要这些 我们一定是建立新的页面大小 自己去建立 或者是这次重新建立一个 这个是版面设定 点选版面设定 这边可以自己去设定 例如说宽度 宽度我要的是90 高度是115 那这边是不是上下左右的辅助线 例如说各位 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是1.27 因为0.5寸 0.5英寸 因为我们 这套软体是美国人写的 他们是走那个英寸 对不对 那半英寸 半英寸 是不是2.54除以2 那就变成什么1.27了 可以吗 1.27乘以2 是不是2.54 就是半英寸 所以看你要不要去设定 要不要去设定 因为我们的宽度其实很宽的 所以其实可以设定到 例如说2公分 在整体看起来都 还是距离还是蛮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把上下左右 通通改成2公分 就是这个是辅助线 这只是画出来这个辅助线 这个辅助线就是 当我们在搬移物件的时候 一个参考 好 所以这个只是辅助线 那接下来这边有看到 目标纸张大小就是 不是这一种了 不是这一种 这应该是 就是 制定 制定 例如说 这边我一页的宽度高度 那我纸张的宽度 是不是也要去改 改成什么 例如说90公分宽 然后 纸张 这边改成什么 115公分 好 115公分 然后 接下来 这个改成115 这样大概知道 我现在在做什么事 至于说 你的边界 因为我们只看这个辅助线 所以这个边界 我们其实可以不用设 记住 我们重点是 这个一页 这一页 其实你就算每张什么一页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边的页 宽度跟高度的设定 好 确定 那请问 如果你今天 你要这一大张里面 再分成好多格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 纸张大小是固定的 例如说 名片 名片 你应该知道 一张A4的纸可以印10张 这个时候 这边 就是设定为 例如说 纸张是不是用A4 A4 你就这边选到A4就好了 可是 这个地方 这个页 就是指一张名片的大小 一张名片大小 你知道多大吗 9公分宽 然后 5.5公分高 听得懂我现在的一个说明 就是 这个 页是什么意思 这个 紫是什么意思 紫 就是固定那个大小 那页 页是上面这个物件 你可能要做 10张名片 10张名片 那一张名片的大小 你要输入进去 可以了解吗 好 我点选确定 我这样 我就设定好了一个 90公分宽 90公分 这是0 这边是90 然后高度呢 0公分在这边 然后115公分 大概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115 这边 有看到吗 我这边刻意有再动一下 好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115公分 好 没问题哦 那 我现在 我现在 除了这个大海报的设定 我希望你们懂 然后等一下 我们再来去看 那如果名片 我们又应该怎么设定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例如说 我现在我开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 例如说 新增 空白的A4 可是我现在我要做名片 名片 这样各位就可以了解 我们要稍微算一下咯 名片 一张名片的大小 95公分乘5.5公分 这是固定的 横式的名片 好 那 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版面要怎么设计 所以在这个地方 页面设计里面的 大小 好 然后版面设定 首先 首先呢 我们的那个 纸张是A4 A4 这是不用变的 好 因为很容易找到A4的纸 而且你们我想 就是预设计 几乎都是使用A版 4号的纸 所谓A4 4就是指财势刀 财势刀 就是 十六分之一的内容 就是这个大小 21乘29.7 那接下来 我们要把名片的大小输入在这里 名片 名片 这边是不是 9公分宽 5.5公分高 5.5公分高 那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他说 页面 页面 就是一张名片的大小 页 你就想成这名片 然后这边是不是 9乘5.5公分 就是这个蓝色的框框 可是这样子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这样子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 就是 等一下我们裁切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从这边裁 然后这边裁掉 好 这是边边我不要的 然后呢 在我们设计 这个辅助线 这个辅助线还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十张名片 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十张名片在这个地方 通常我们裁的方式是 这样子来去切 然后接下来呢 再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就是先把外面先裁切掉 好 中间裁切 然后两个放在一起 然后 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这样就裁切好了 好 那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一个名片的设计 所以它就会出现 出现 这是第一张名片 这是第二张名片 所以我说 如果我们去这样设计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出十张名片 十张名片 那你看 这样子的一个大小 零到多少 九 可以吗 那事实上我们只设一张 设完一张之后呢 我们印的时候 它就自动帮你变成什么 十张 那样子的拍板 然后输出 这就是名片 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 要跟你讲的重点了 好了 那这是名片的一个设定 那至于这个内容 我觉得还蛮重要 只是说 我们在讲 例如说 像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 我们可能会放一些公司的相关的 那个营业项目啊 然后这边可能就开始放最重要的自己的姓名的资讯 也许这边放一张大头照 然后这边放一个姓名跟职称 然后下面可能就是什么 地址 就是名片我们有三格 就是天地人的设计 那左右两边可能就是空下来的 空下来 好 明片我就介绍到这边咯 我觉得你也自己去玩一下 真的 你最后输出就只有一张 而且这一张就是0到9公分 高的宽 然后高度是0到5.5公分 好 稍微下来一点 你看 我游标现在是这个地方 我们是看那个箭头的尖端 我们是看那个箭头尖端 我是不是指到这张纸的左下角 大概是不是5.5公分处 好 来请你们设计名片 不过设计完就完掉了 我只是说让你们知道这样子一个设计 好 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要知道我们的宽度是90公分 既然是90公分 它是一个很大的档案 对吧 所以我们通常在这个地方你要稍微有几个基本的观念 就是说 我会期待你们大致上了解一件事情 你看这边显示比例10%还这么大 好 请你们大致上把一个海报应有的元素大概知道一下 通常我们的海报的内容 无非就是 例如说首先会有什么 首先会有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是 例如说是 或者是 或者是最后我们会有一个 大概就没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然后再加两三篇 reference 结束 所以基本上 你可能 来去编排的话 一个海报 这边 这边一定是我们放标题的地方 放标题的地方 而且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里面 会有哪些东西 例如说会单位的logo 像我在国立阳明大学 左上角一定是出现国立阳明大学的logo 每个单位都有徽章 记得就是放在这边 好接下来呢 从这边开始 直接把内容 直接把内容 分成两栏 可以吗 就是好像 好像一个门 就是那个海报的形式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 有没有可能 三栏 有 还不少 因为 它很宽 你知道吗 因为它非常的宽 所以 你可能 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标题 接下来这边 假设是第一栏 然后这边是第二栏 这是第三栏 不过 你应该知道 就是后面 我们就直接把它 汇入之后 我们就直接做什么 做这个 常用底下的栏 看看把它分成两栏 或三栏 而且还要设定栏宽 那这个地方 我们 只能请你 可能暂时先做一件事 这边 我们要去设定 字的大小 好 首先 我们先插入 插入 一个文字方块好了 而且 应该都是水平的文字方块 从这边 画到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一个水平文字方块 那这里面 字型的大小 因为是标题字 所以建议各位 取到多少 我们先看感觉好了 例如说 七十二是这样子 好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做了一个海报 例如说 海报 制作 工作 房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你看 这样子的一个字的大小 你这样看不准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通常我们这样子来去看 我们希望整体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标题 那标题来去看 这样子的字 只能抓一个比例 可是至少你会觉得 他比十二适合多了 所以我们可能再放大一点 好 大致上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题 标题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假设我一样 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里面 我就先去输入 字 多大呢 刚刚是不是设到九十多 那至少这边不可以比他大 也许我们设到 例如说 要看里面 我们有标题字 标题字 我们有 例如说 大纲 大纲里面 假设我们都放AA 假设我们都会给你适当的文字 那这个字的大小 我就觉得说 不太适合用48 稍微小一点 好 例如说28 那接下来呢 是不是有大纲之后 简介 那简介的字的大小 理论上应该就是48 就是跟这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B 所以你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会不会觉得说 应该把它变成两蓝的方式 会比较适合 所以真的在蓝这边 设成两蓝 然后 然后 这个字要改成28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两蓝 这个两蓝 我们应该要把间距稍微改变一下 各位像刚刚我们这边 这边的距离 文字到边边 我们都给它1.27公分了 何况这个蓝跟蓝之间 我们这边就可以给它 例如说2.5公分 然后点选确定 好 那假设了 我现在先用这样子的内容 去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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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大概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吗 我只是请你们去看那样子的感觉 海报就是在做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放 图 表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插图 统计图 或者是资料表 或者是插图 好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你们大致上了解这件事 OK 这就是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好 请你们简单的去做到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您看一下 我刚刚在做的那件事情 其实我就是类似在做像这样一张海报的形式 我就直接点它 举例来说这边是不是一个标题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放 然后接下来这边我们就分两栏 分两栏来去呈现 好 那 通常 通常就是我放的那个做海报的先后顺序 是这样子 那你看这一张它是不是就分成三栏 这边是不是标题 标题完毕之后 这边是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好 可以大概知道我现在所讲的这意思 你看像这一张 这边是不是标题 然后接下来这边一栏 然后这边一栏 那当然 接下来我们就可能放一些什么 比如说底图 底图会放 然后接下来放文字 文字也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放这个图片 或者是这个流程图 然后统计图 OK 我想一张海报 大概就做完了 最后我还想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私人字型的使用 其实我这些通通都做完了 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比较急的需要使用的话 我已经放在这边了 我已经放在这里 范例 范例下载 点它 好 两个档案 都是压缩档 那所以你要解压缩 解压缩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什么 serif serif 比较漂亮的 然后这个是sain sain就是无的意思 sain 后面那个s是serif的意思 无serif 好 所以就比较不漂亮 所以建议你们使用这种字型 然后接下来 我是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你看哦 如果我今天我在YouTube 然后你就直接输入 输入我的姓名 如果我这里面放了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然后接下来 思源字型 思源 好 你看 如何使用免费的思源中文字型 然后你看 如何下载 这是从下载开始交 下载好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去安装 安装完毕之后 怎么使用 是不是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所以点一下它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学会如何从下载 有看到吗 就是 呃 像刚刚我是不是 请你们到什么 Google 然后去找 这个免费自行 然后这个下载方法 有看到哦 好 反正就是 如果说您花一点点的时间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怎么样 就是应该可以得到这相关知识 我还是倾向建议你们 在我每一个影片 在我每个影片哦 最前面这边 我是不是都有放这个讲义 讲义 范例的下载 还有就是 这个我没有放我的LINE ID 好很抱歉 那个我再去找一下 一定有 有很多 好 例如说这个好了 这个影片 你看我一刚开始 我是不是有放我的LINE ID 所以你可以加我为你的好友 好 你可以询问我 然后我会告诉你 然后这也是我的YouTube YouTube 欢迎大家来订阅 最好是在这个地方看完之后 帮我点个赞 可以吗 你按一下赞 就可以改变 改变 因为你学到知识了嘛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改变 你也可以改变我 为什么让我觉得很高兴 我的影片有人在看 而且当你点了赞 说不定哦 你的朋友也会看得到 可以吗 这真的是一个多赢多赢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越学越好 像例如说这个影片 我也觉得很不错啊 就是有些老人家 用手机讲出世界各国的语言 你看这样多好 他到日本 是不是就可以跟日本人交谈了 他当然是讲他的中文 但是他日本人会听到他说那个手机发出来的日文的发音 各位大家早安 各位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 Publish 2016 海报电子报文圈创意设计 而且是第二天的课程 我一样会把就是说今天上课的办例啊 讲义啊都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今天我们上课要进展到 例如说Publish 2016 里面一些比较进阶的设定 设定完毕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是要去做海报啊卡片啊 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网路上其实已经有免费制作海报的地方了 怎么样免费制作海报 而且他所谓的一定要免费呢 是指说可能他已经设好了非常非常多的模板 你只要去改文字改图片 然后很快的就可以做成卡片 或者是海报或者是文学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例如说上传到脸书啊或者是Twitter OK 那另外我们下午要跟各位分享 是从PowerPoint的面向 来去跟各位介绍制作大海报的方法 好 那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 我们大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些内容 像例如说我希望各位先简单的学会 就是说里面可能会有文字 然后表格或者是一个快取图案 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排版 然后再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这里面已经有制式化别人帮我们设计好的一些 这叫什么呢 这叫商业模组 商业的模组 就是在这里面呢 它叫做一个广告 广告里面又有更多的那种广告的形式 提供给我们去做参考 好 那在接下来 我还是希望说 那我们就简单的透过广告 它既有的一些 不管是页面组件或者是广告 我们改一改 改成我们 我们要的 好 在接下来呢 我们 还必须要去学会 就是说 例如说一个简单的海报的一个设计 然后 再来就是去看一下 例如说这个 影像 这个简单的一个海报 海报 那其中像 例如说这个要特别说背景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要去说那个框线 上下框线的应用 还有像 例如说 这个地方是指 我的整个背景直接换成我要的图片 好 那我想 这个叶框 叶框也是同学可能会询问到的 另外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我最后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在整个页面里面 整个页面里面 它其实它可以去控制 控制我们的一个框线的设定 好 那我们稍后再跟各位来去分享 首先 然后最后我就再跟各位谈 合并列印 也就是 邮件的部分 怎么样把海报 例如说寄给别人 怎么把电子报寄给别人才对 不是海报 应该是电子报 如何寄给别人 可是如果是在网路上 网路上 网路上我们制作好的海报 它是透过什么方式给别人呢 它应该是透过就是发送到脸书或推特上面 或者是反正就没有LINE就对了 然后呢 怎么样去把它然后透过LINE行销透过脸书行销 好 我们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先安装Note2的字型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印象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面的字型啊 它其实是很有限的 而且这里面的字型呢 你看来看去中文字型 中文字型 从上往下去看 它就只有姓名体 标凯体 以及正黑体 那如果说我们在设计海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有更多种字型 这个时候真的请向建议各位 我们可以去安装免费的中文字型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把它装下来 我放在什么地方 当你今天你要使用 当你今天你要使用的时候呢 那您不妨就到 我告诉各位的一个网址 就是我有提供免费的一些 例如说 线上的影片还有范例 讲义 产品等等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到我的网址 那建议各位到了这个网址之后 然后呢 像我们今天是第二天的课 所以你要找 例如说海报电子报文宣设计 这里面的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里面 应该就可以找到那两个字型 好 这一个 稍微记住一下 Note2 思源 然后sense sense sense sense是无的意思 后面那个s是serive 所以我们主要是要下载这个字型 因为这个字型比较漂亮 好 所以我们就点它进行下载 那你等一下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放到我们的第一磁碟基底下 或者是你的随身碟里面 然后你可以把它带回去 这是第一种 就是 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去免费字元 免费字元 使用免费字元字体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安装免费的 中文字型 然后接下来呢 免费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 稍微去看一下 这边什么16个 合法免费高品质字体 好 还有繁体中文字体免费下载 这边是不是通通都有 对不对 主要重点我是要介绍这一个 啦 思源黑体 思源黑体 的免费字型下载 然后它可能就会告诉你说 啊怎么样去做一个下载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您要善用网络 然后得到这些的资源 然后进行 例如说 什么字体的下载 好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因为这些资源都放在网络上 就提供给各位来去使用 好 那就麻烦请各位先下载 先下载到我们自己的低磁叠记 啊它说还没有下载完呢 不过上次你们应该下载了吧 93 94 整合120多 应该快了啦 应该快了 主要就是用那个serif字型 因为sense sense sense 思源的sense 字体我觉得还不是那么漂亮 没关系 你慢慢下载 我先教各位安装 我先教各位安装 因为这都是免费字体 所以只要装一次就好了 好 那画面借我用一下 我教各位如何装咯 当我今天我下载下来 这一个字体的时候呢 我们当就是要把它安装到 我们的电脑里面去 怎么安装 首先我们先挤压缩 它现在是在 当我下载下来 当我们就打开这个资料夹 打开资料夹点选下载 这边就会看到一个 可是我还是比较倾向建议你们 最好是 因为这边的下载是 c叠底下的内容 所以它会随着关机就没了 当然啦 我建议你们就复制贴到 例如说自己的低词叠机 底下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压缩档 解压缩 解压缩全部 然后解压缩到这个地方 好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几种字型 其实你可以稍微 稍微怎么怎么讲呢 你用这一个 这一个方式来去预览 就是 左边 左边这是字 左边这个字 字体 好 例如说这边有一个字体 然后这个字体里面的字 有没有觉得比星系名题好看 跟标凯题好看 好 还有这种字体 这种字体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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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吗 这个字跟这个字 好 有看到 好 应该这么说啦 诶 这个诗原字体不是Google的吗 怎么会出现的字是什么 是微软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 置入性行销 好 OK 我只是 只是 请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我们也可以改成什么 我们也可以改成 那个 呃 例如说 台风迎客 北雨拌茶 就叫台北 好 来 不好笑 来 我们看一下 他有这几种不同的那个字体 可以给我们去做参考 那现在应该 你会比较 请向希望了解 怎么安装 安装字体 从 因为我要安装 就一口气把它全部都装好 所以点选 这个档案 我一次就选到了7种 7种 NOTO 3 字体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安装 所以请点安装 然后接下来他就把它逐一的装进去了 装进去之后 例如说我刚刚这个 这个Publish 我们先 例如说关掉好了 我重开 我重新打开 例如说在这边点选Windows 然后所有程式这边 然后Publish 例如说我随便开一个新的空白的 好 例如说当我在这边我随便输入一个文字好了 对 你们可能也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我要直接打到这个框框里面 一刚开始处按一个空白键就进来了 这件事你们必须要知道 就是Word它是不是在第一个 就是在左上角这边会一闪一面 Publish 不会 你必须要多按一个 就是一进来的时候按一下那个空白键 它就跑到这个位置了 这上次忘记跟你们分享 当然啦 你不用刻意知道这件事 你是不是也可以制作一个文字方块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输入 台北市政府工训处 好 例如说我把这几个字稍微放大一点 给各位观看 观看这样子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个字是什么 新系名体 然后接下来 我现在是不是想要去使用这个 no2的字型 no2 例如说我看这个 no2 serif cjktc 好 点一下 这是这样子的字体呢 是这一种字型 好 你当然可以再改 例如说改成no2 在满下面的 在就是说说英文字下面一点点 例如说改成这一种 有感觉吗 这样字体是不是就直接换了 好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中文字型 只是我觉得说我们比较常使用到的是 思源 思源字体 我就介绍给你们了 好 所以请你们把它安装起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安装 还有看看简单的一个使用 看看简单的一个使用